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仔细想一想 钟子晨 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 善良 大度 妈 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我自己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您别再管我了 行吗 我就这么几句话 您都懒得听吗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当您走的时候帮我把门戴上就行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先知先觉啊你 谁知道你要来到准备出去呢 阿姨 你也在啊 子晨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啊 别走 阿姨 咱们一块儿聊啊 再见 别 你拦着阿姨啊 快去啊 阿姨 阿姨别走 阿姨 阿姨 你 天爷 你太过分了吧 她是你的亲生母亲 她生了你养了你 为你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 没错 她是花费了很多心血 用来主宰我的生活 控制我的感情 对吗 她再有什么错 你也不能这样对她呀 你知不知道 她最近身体特别不好 经常感觉疲倦 就在前不久 她还咳过血 她就会科学了 但这次 我不会像上次那么傻 她也不想想 老纳装病骗人 能骗底色 她这次不是骗人的 是我亲眼看见的 上次我也是亲眼看见的 那不管怎么说 她那么大岁数了 连我一个外人都不忍心 看她这么伤心 你是她的亲生儿子 你就不能对她好一点吗 她伤心不是赢了我 田野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冷心 她刚才是含着泪走出去的 你没看见吗 你还说她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你伤心 她是因为 没能娶上 你这个好儿媳妇感到伤心 我去你 冲啊 你公老子接着来干嘛 谁知道呢 莫那么奇妙 她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 就是参观一下咱们家 是北英文田 谁啊 我来我来 对 你吃你的我吃 呦 沈欣文怎么来了 沈欣文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请进 这博士的家 她就是不一样 真漂亮 孙女文来了 在 这边坐接着坐来 不了不了不了 我来是还钱的 小姐 这是你替我盘商厅那个 借给我的三千块钱我还给你 你点一点 不用点了 怎么样工作找到了 找到了 广播电视循现员挺好的 行 那我就放心了好感啊 吃个饭吗 不了不了 不不打卷了 我走了 走了走了 你们忙 你们忙 那行 那我就不送了啊 这门怎么开 好 高渴 路上小心啊 哎 那汤挺好喝的 喝点吧 这钱哪来的 哦借的 田野姐 哦 我说呢 除了田野 现如今哪有那么好的人 平白无果把钱借给你 现如今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你所说的那样 世财如命 这是亲情有情欲不顾的 是啊 你现在亲情有情都有了 那要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没怎么样 要不是你把钱看得那么重 我至于出去跟别人借钱吗 什么叫我把钱看得那么重啊 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我当初就跟你说不要把钱借给他 你不要紧 我说的话在你眼里跟放屁一样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嫌我说话难听啊 当初嫁给我怎么没嫌我难听啊 你后悔了吗 你 说到疼处了吧 混蛋 就是对不对 先进廁所 第三方 可能 一些 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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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呐 你这是干嘛 我错了 行了吧 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对不起 行了吧 再保证 开门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把我光外面不让我进去 你合不合让我睡客厅吧 开门呐 小晋 别闹了 我都说了我 你都再也不说了吗 开门 你再不开我说点了啊 我洗脏麻袋了啊 我早餐没想起来了 开门吧 我真走了啊 周家长 你别再给我演戏了 我问你 你觉得你这么一次又一次闹下去 你觉得有意思吗 啊 我跟田野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前后后你知道的清清楚楚 我没有什么可以瞒你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现在只是好朋友 我也跟田野说了 我们现在只做朋友 你 你怎么不能不懂我们做朋友的权利吧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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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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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了打开了 怎么兴趣 好 进来了 进来 不行不行不行 要求输入密码 你有密码吗 没密码你说什么 没戏 妈 想学电脑啊 我弄不明白 他怎么弄 别紧张 想学是好事 以后你就用这电脑学吧 我不在你就用 没关系的 有没有报电脑班 回头我给你找一个 钱我出啊 说好的了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给我拿河万保路 多少钱 十块 家美 哎 哥 你怎么来了呀 你在这干嘛 我 一会儿出来 出来 我想去您的实验室 参观一下 然后去我的实验室 你要是觉得不行就算了 那有什么不行的 去看看好 你去感受一下气氛 就知道搞学会是怎么回事 看到了 开始对学习有兴趣了 嗯 这是好事 快吃 那边工作丢了 你嫂子知道吗 说话 你赶紧给我把电关了 跟我回去 我再跟你嫂子说说 明天接查给我上班 我不去 敢 我就不去 你还反了你 你要不去 明天就给我回老家呢 我已经十八岁了 我有权决定自己的事 你再说一遍 我叫我去 你打我 我打得一轻点 走 家长 你干嘛呢 什么叫我干嘛 他把公司活辞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他回家去说 走吧 我上次 好了 过去的事情不许再提了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小动物啊 做实验用来 比方说我们把癌细胞 注入到他们的体内 再把我们研究的药物 也注入到他们体内 然后随时记录 他们身体的变化 这对确定药效是很重要的依据 太残忍点了吧 不像是个当过兵的人说的话 我们总不能把没有经过实验的药物 注射到人的身体里 要对人类负责 那只有委屈小白鼠 毕竟 他们是低等动物 是吧 这些记录 好 行了 你把手上的数据归了过来 好 好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我也不赞成他离开我们公司 可是人家家美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他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应该尊重他才对 我看你这巴不得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 我不清楚 那你是装的装糊涂 你神经病吧你 我神经病 你敢说 你不是怕家美在那爱你们的事 爱你跟田野的事 怎么说 你当初让他去我们公司 就是为了让他监视我是吗 你非要我给你看 被你逼的 这是你写的吗 什么四方画见不得人 还非得写到纸上 不会就这一张吧 说什么来的 我们还是朋友嘛 只要你愿意 我当然希望 无话不谈 这不是你的笔迹吗 是吗 你干嘛 你要让啊 你要去哪 啊 请你让开 我不让你 你让开 你给我解释 我想听你解释你说呀 有什么好说的 你干嘛呀你 你跟我说这是个误会 啊 如果是个误会我当时就给它撕了 让开 我要回这 你要去哪 我要回家 回哪 这就是你的家 我是你丈夫 你不要脑子里每天想着别的人 只有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我才是你丈夫 只有我呀 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谢谢 bueno 判誓 哟 乖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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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啊 进来 家美啊 想来给你道歉 但她又害怕 所以我给他壮胆来了 说啊 快说 我当你等你 我明白了 那张字条 是你给你割的吧 字条 什么字条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咱们俩上次写那张 后来被我放在键盘底下那个 我割 我割他非让我 让我 家美 你来这儿工作 是不是 也是你哥 为了让你监视我 嫂子 都怪我 是我的错 对不起 怪不得你死活都不愿意在这儿干 嫂子 你跟我哥吵架了吧 我去跟他解释 田野 你别去 没有用的 反正 过两天就好了 乖 别哭了啊 我不生你气 我不会怨你的 我不干了 怎么 我不干了 不干了 干什么 整天这么担惊受怕的 偷偷摸摸太刺激了 你怎么这么怂 不 他们倒是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的欺负你 你倒受良心的谴责 受良心谴责的应该是他们 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 他没有对不起我 更没有对不起我妈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他的电脑 那上面 有他给我妈治病的方案 还有 他从美国 托朋友给我妈杀了的特效药 傻小子 这就更证明你是苏家的儿子 不然他们怎么会花那么大精力 给你妈治病啊 还死机掰裂的 把你接到他们家去 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子 他们会这样吗 天桥下边 药犯的多了 他们怎么不管呢 哎 哎 秦哥 你真的觉得我是他儿子 不信的话 可以去做DNA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就是费用贵了点 得花多少钱 这个数 一百块钱呀 我能花的钱 钱 一万 什么长时间啊 我就压根都没攒过钱 我钱都喝了酒了 你让我去哪儿弄这一万块钱去 你让我想想啊 你让我想想 对 我有一朋友的爱人是血液中心的 我看他能不能帮帮我 我 那我先立即倒了啊 我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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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该再有什么想法了吧 我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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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住了 我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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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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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胡说八道什么呀 不是 我就 我就问问 你 你怎么 你让我安静会儿好不好啊 你出去 把门关上 咳咳咳 咳咳咳的话 泪肢 太阳关上 韩元 孙季文 你来得来 拿什么礼物啊 拿着吧 这可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小剑 孙季文来了 小剑 这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谢谢 小剑 以前 不管怎么说 你是我妹妹 以前的事 那就一笔勾销吧 我知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 跟你没关系 你别傻了 跟我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等他 来来来 喝口水 来 来来来 来 来 怎么了 周家长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是当兵的出身 说话从来不会拐儿摸 我告诉你 在苏家自始之中 有一个人对我最好 也是我最对不起的人 这个人就是苏小继 这还有你说吗 听清楚了 不管是谁 只要是谁 他欺负了苏小继 欺负了我妹妹 我孙季文绝不饶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吗 小剑 有事给我打电话 有保镖了 有保镖了 对不起 我走错了 请您留步 您是苏教授吧 是 我是苏文培 我们是特意来找您来的 我们是省委调查组吧 您请坐 请坐 我还以为是 我们是想向您了解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是COPI泄密的有关情况 请问你是孙继闻同志吗 是啊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省委调查组的 我们是想找你了解一下 关于苏教授的问题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明白了 行 想了解什么你们就说吧 找个地方坐来说好吗 坐什么坐呀 就这儿聊吧 请原谅 如果有什么问题 伤害到您 请你谅解 没关系 有什么话 你们就直接说吧 那好 那我就直接老当地问你了 我们听说 你是苏教授的私 儿子 这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你能那么肯定吗 百分之百肯定 那你为什么会住在苏教授的家里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他以前住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 把我们家粮食都吃光了 所以我现在我要住在他们家吃在他们家 我得找不回来 你们二位说对不对 走好啊 二位 不送了 一共错了四个字 寄英文单词是有技巧的 一个呢 是从它的发音特点去寄 一个是从它的组成特点去寄 你像这个football 足球 foot是脚 ball是球 这样你一下可以寄三个英文单词 我说什么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你想什么你 没想什么 您见过我爸吗 没见过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今天有两个人来找我 问我是不是您儿子 你怎么说 我说不是您儿子 别理他吧 先忙你了 这样您是不是就能当上院长了 谁跟你说我还当院长 我也是听他们议论的 没点事 去吧 拜拜 拜拜